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 就是 清楼 很多人喜欢呢 这个话题 而且这个清楼还不是普通的清楼 是皇帝亲自开办的清楼 什么 还有皇帝自己开清楼的 莫不是这个皇帝 好色 是不是好色吧 我是不知道啦 毕竟好色这种东西只有自己知道 对不对 而这个开清楼的皇帝呢 正是我们的好皇帝 明朝的第一位皇帝 朱元璋 其实关于朱元璋开清楼的记载并不多啊 所以我们只能够从一些零零碎碎的资料合成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 事情是这样子的 朱元璋呢 在他登基后的很多年 明朝呢 也慢慢稳定下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就想到了一个idea 他想发展在他这个分岳的事业 原因嘛 我们等一下会说 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先在这个秦淮河边 开了一间富乐院 顾名思义啊 富乐院 就是给富人们享乐的一个地方 然后赚他们的钱 其实朱元璋并不是第一个人开清楼 然后赚那些有钱人的钱的 其实在之前的春秋时期的时候 这个齐国宰相也做过同一件事情 朱元璋呢 就在这个富乐院里面 养了很多很漂亮 而且很有才情的特别女子 为什么讲特别 你自己知道的啦 然后呢 这个富乐院跟这些女子呢 是由当时的礼房顽迪管理的 这个顽迪又是什么来历呢 据说呢 这个顽迪呢 他精通音律 能做岳父 岳父啊 是一种能够唱的诗 虽然我们不是很懂 这个这里的礼房 究竟指的是什么啦 可是我们大胆猜测一下 一个会精通音律 又是礼房的人 礼房这里可能指的是礼部 如果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他很大可能是 按照访司的 教访司呢 是在明朝的时候 专门负责这种典礼啊 然后迎接贵宾的那些 音乐啊 演奏啊 这一类的东西的部门来的 所以既然朱元张开了 这个富乐院 然后又让自己的手下馆 应该是为了要笼络下 明朝那些有钱的商人 好让他们为国效力嘛 不过这里有一个重点 要提一下 朱元张开这个富乐院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其实只是要给 那些有钱的商人进去 他是不想他自己的朝廷 重臣进去的 甚至还禁止 只是他的这一番禁止了 清财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一点不失知味啊 这有一点像是 你的孩子去变坏可以 我的孩子就不行 但是呢 朱元张底下这些朝廷重臣啊 都没有感受到 父亲的一番苦心 父亲不要他们去 他们偏去 我偏要你天改命 这样能够管呢 这种东西 所以到最后啊 朱元张也没有办法 他就想到一个比较极端的办法 那既然这样你们都要去 那大不如我再做到缺点 这个极端的办法不行 那我就要另外一个极端吧 我索性给你们包车 你们拿着我的包车 进去这些福乐院 这样子的话 是有好处的 好处就是呢 朱元张跟这些朝廷重臣啊 他们的关系 家境 这有一点像 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 这虽然因为喝酒应酬那样 喝酒应酬嘛 喝着酒应着酬 那个关系就变越来越好 生意就坦承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久而久之这些大臣 就会很像这朱元张嘛 所以久而久之呢 这个福乐院啊 也就慢慢变成了 这些明朝朝廷重臣的 K社的 discussion room 办公之地啦 过了几年过后 就到了朱元张 在位的一半的时候 他应该是觉得 这个福乐院 这个生意做得不错哦 感觉是可以再多开 几个分行的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他就下定公布 再多建个 十楼 而且全部都建在 南京门外 南京门外呢 旁边就有一条河 然后那条河呢 是南京当时的 商人来的必经之路 所以你想做生意 每个人都要经过这里 经过这里的时候呢 自然就会去 这些河旁边的酒楼 讲是讲酒楼啦 讲是讲是迎宾的场所啦 可是哎呀 司马赵之心路人皆知 肯定就是青楼啦 讲到含蓄一点对不对 而且还是官方投资的酒楼叻 过了不久啊 朱元璋就发现到 哎呦 我这十个九楼都不够啊 供不应求啊 再来个五楼 所以另外五楼就建成了 所以到最后呢 加上一开始的福乐园 加上后来建的十楼 再加上现在建的五楼 就变成十六楼 就成了明朝史上著名的十六楼 嗯 你想啊 这个祖元璋很有生意头脑哦 你想想那些商人们 来这里做生意 一定都是坐船来的嘛 毕竟那个时候 主要的交通工具 是经过水路的 所以你想 他们坐着船 在水上飘啊 飘 晚上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美妙的歌声 好奇心的驱使下 打开船的帘子 哎呦 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 一个个穿着红韩绿的青衫 头上张着茉莉花 嗯 在晚上一看 哎呦 这个九楼 富丽堂皇 无比的大气 再仔细一瞧 上面的名字 又这么的 俗气 正合我意啊 讲到这个九楼的名字呢 我真的必须要提一起啦 这些名字取得真的有点 我的天 就是很 俗 没有啦 有的听起来很震惊 有的听起来真的 很不震惊 你知道吗 有 青江楼 赫明楼 最仙楼 做的最仙楼 这个很常听到啊 平时古专剧里面都有 极贤楼 很震惊啊 月明楼 还是乐明楼 我也不是很懂 乐明楼吧 让平民开心 乐明楼 南市楼 北市楼 青烟楼 这个 这个听起来就是有一点 啊 有一点能够让人家 想歪的名字 翠柳楼 这个听起来就是很多关机在里面 眉岩楼 荡本楼 欧歌楼 这应该是很多唱歌在里面 古副楼 古副楼 听起来像是真的像酒楼啦 可能吃的就很多 来宾楼 综艺楼 这个可能就有点像是要迎接外来的宾客的要需要有方议的那种楼 还有教佛楼 有的人说呢 这个16个酒楼的用途吧 都其实都不一样 像那些名字取得比较震惊的啊 像综艺楼啊 来宾楼啊 可能真的就只是迎接贵宾的 其他的呢 就是让那些宾客休息啊 还有娱乐的场所 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用途真的不一样啦 跟里面的风气应该都差不多吧 这些酒楼的生意呢 一直都非常好 废话能不好 最好的时候呢 应该是在永乐时期 明朝第三个环地朱棣的时期 他应该生意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郑和 听过郑和吗 郑和下西洋总该听过吧 这个郑和呢 是朱棣时期有名的外交官 所以可想而知 他时常带了很多外来的商人进来 而这些商人一进来呢 就把他们安顿在这16楼里面 所以很自然的 这些9楼当然生意非常好 也非常热闹啦 可是吧 虽然说这16楼呢 是在朱棣时期生意是最好的 但其实也是在朱棣时期的时候 衰败 衰败的原因啊 并不是因为朱棣良心发现 觉得这种风气实在是不好啊 而是因为他搬家了 从南京搬到北平 至于为什么会搬家呢 以后我们再说啊 这皇帝一走 老板一走对吧 这样办公室是不是也跟着走了 办公室既然跟着走了 那些朝廷众臣是不是也要跟着搬家了 这样全部人都一起从南京搬到北平 这样自然的这些9楼 原本在南京的那些9楼 就一下子生意不好了 因为就没有人来了 平时那些朝廷众臣就没有来啦 然后郑和带的那些来宾 国外的宾客啊 就不会呆在那边了吧 因为他们需要去到北平 来面见圣散的啊 所以很自然的 这里慢慢就衰败了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16楼的 圣衰史了 其实你要说建这个青楼吧 对明朝是一件坏事 对我而言坏也不坏 不是讲我讲建青楼很好啊 只是对我来说 我看得出来 他对明朝的影响有一定的好处 但也有一定的坏处 坏处呢 自然是朱元璋无疑是给明朝 丢下了一个饮罐 让后来的子孙们呢 因为祖先带入这种风气 他们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但是好处呢 是也的的确确 在建这些酒楼的同时呢 明朝的食物 这个文化 就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再加上呢 因为这些青楼嘛 是可以让这些朝廷众臣进去的 就有很多朝廷众臣 跟平民百姓之间 有才情的人都喜欢每天聚在一起 无形中激励了 百姓们要参政的一种心思 也鼓励他们奉发向上 也是从那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很多经典的事实歌夫 都是从那个时候流传出来的 但是呢 结论来说 虽然它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建青楼不是一件好事 好处往往不会多过坏处 因为人类的欢迎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而青楼又是一个很难有道德底线的地方 所以对我来讲 我不是很赞同 朱元璋开九楼这个做法 虽然说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确是只是为了要吸引那些商人啊 但是也不要你开始啦 对吧 因为你一开始 人家朝廷众臣就以为既然是环帝开的 这样应该就是可以享乐了 应该就是可以欢迎了 的确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啦 好了 今天视频呢就到此为止 拜拜 我们下期见